我们今天的每周一星 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来宾 我们要掌声欢迎刘仁宇 欢迎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仁宇 今天感觉第几次来在电波当中出生 应该之前有过经历吧 有 然后当时据说 因为开路之前 说到之前我很尴尬 做电台 因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才15岁 做练习生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做练习生间有通告 然后就去在成都的 我们成都的一个电台 然后就说一定要活泼开了 所以说电台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什么 迈的距离什么 贼大神 他爆掉了 听自己的回放 贼尴尬 那今天这些会有去想听一下吗 今天不太想 最近也是发了新歌了 心里 走进大家的心里 竟然是自己的歌 我觉得这种当时录的时候 没有特别打动你的地方 其实这首歌我录得很早 但那个时候声音会比现在要更甜 更细 更稚嫩一点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不知道我事后期就 就是变身了 还是怎么 还小 年龄还小 反正就 就没有以前那么甜了 可能是自己的成熟 对对对对 除了这首歌之外 还有一些新来的新创作的曲目 或者新发的歌吗 最近 就是可能我微博可以说吗 微博的剧里面有我微博写的两首 我自己的原创 对 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就敬请期待吧 敬请期待 OK 最近也是参演了这个 《祝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对对对 这个什么感受演了 演下来 我其实对那个人物 我很久都没有办法离开 对 我特别是我杀青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那现在杀青没有摄影机了 那我站在某一个街角的时候 我该干什么呢 然后每当说是站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你一个人 会有摄影机 或者是会有那个人物里面的生活 我那段时间我就会有点点疑惑 就是有点舍不得 有点难忘 或者说内心会空白 缺失了一块 感觉好像我缺少了 缺少了一种自己的性格一样 你也唱了这首 这个剧的主题曲 甜甜的小美满 对 就是有两个 一个甜甜小美满是主题曲 还有个甜甜的小美满 是我给电视剧写的那个推广曲 两个歌 你更喜欢哪一首 自己写哪首 都喜欢 要推荐哪一首 要推荐哪一首呢 推荐当然就推荐 当然是我写的啦 让我自己说个推荐语吧 好吗 听了甜甜的小美满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甜甜小美满 我推荐一首歌吧 之前问老师叫无人导是吗 对对对 也是因为歌词吗 这是我自己写的 对 我知道也是因为歌词很深刻 或者说是 是整首歌的感觉吧 这首歌 算是我所有歌里出的最特别的一首 方式最特别的一个 它是18年末 18年末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写心态上面 然后那首歌是我9月份 7 8月份在亚加达拍一个节目的时候写的 2019年的那首麻烦少女 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觉得可能新的版本可能会更有意思 或者更好听 甚至还有很多不太了解的朋友会在问 为什么这样把自己叫做麻烦少女 麻烦少女其实当时不是自称的 是我写了这首歌之后还没有定名字 然后我给我的老师听 然后他就 他说 他就说你 这首歌 就麻麻烦 因为里面有麻烦这两个字 对 他说你要表达什么呢 我就说我要做自己 我就说我要独立 就是这个讲的是 我感觉好像我算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女孩 但是我都是麻烦自己 我不用麻烦你们 对我自己麻烦自己就好了 就是不管你们事 所以我要独立起来 就是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不用操心我 所以他说 对啊 你就这样子麻烦少女嘛 你就要麻烦少女得了 然后我说 这名字 还不错 还不错 那叫这个吧 就很突然就这样 其实生活当中并不是麻烦少女 是麻烦少女 也是麻烦少女 就属于跟自己对话那种 哎呀我今天真的都没有弄 怎么办怎么办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然后他们说有什么帮你的 不用不用 不用 自己想 然后就自己在各边琐碎的 说说说说 算是要自己去赶忙的处理 然后他们就会看到我一个人在那 啊处理很多事情 就自言自语 好来走吧 就是那种告诉你们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好像自己很苍茫的样子 那个很匆忙的样子 被别人看得清 就感觉自己其实并没有事情 但别人看见是蛮乱的 对对对对 但又自己的确处理好了 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就开始希望做音乐呢 或者希望走上这条道路呢 嗯 我没有很 说是有点很具象的 去要去做 是因为小时候 从我从五年级就很喜欢 嗯 所以就 好像是不经意间就跟音乐产生了火花 嗯 就小时候 不懂音乐 我学过 我小时候 爸爸妈妈带我去上过很多兴趣班 嗯 什么那个出心算呀 什么各种兴趣班都有 都不太喜欢吗 不是就是都有上 我也就去上 虽然没兴趣的人也去上 但是就是没有给我报过声乐课 嗯 也没有报过关于就是跳舞方面的这种 对 跳舞就 都不好说 或许有吧 或许有吧 就学了可能一个月拉丁舞什么之类的 但是 就是好像跟音乐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我从五年级就开始 有一天就 开始自己去写词写曲 然后写好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 第一个 第一首歌名叫做想要 嗯 我还说以后 我要出专辑专辑的第一首 第一首专辑名字 叫做想要 结果没有实现 结果 结果谁在忘了一改 可能后来回想起来 哎 我是当时说 我当时还给自己取一名呢 小错了 小学的时候 就因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歌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经意间就 跟音乐好像产生碰撞了 我爸妈也觉得 哎 为什么会每天觉得他在哼歌 写歌吹头发的时候 也在写歌 吹发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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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啊 突然就放下那个 那个吹风机 跑到房间里面 我妈说你干嘛 突然想到一个旋律 我一开始写 从小就这样 最近有没有一些音乐方面的心愿 心愿 嗯 工作也有很多 很多 取得很多的成绩嘛 就是来说说 最近特别想在音乐中达成的心愿 就我存了很多的 就我存了很多的苦存 就是我的存苦 就是我的 还没有发的歌 发的歌 嗯 包括最近这两天也才写了新的歌 对 就包括昨天工作的时候 还在改我副歌的melody 哇 然后就希望能够 你的时间能够发出来 最后给粉丝们一点祝福和建议吗 祝福 祝你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啊 拜晚年吧 祝晚年幸福 哈哈哈哈 祝你新年快乐 圣诞节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大家能够 真的身体要好好注意 然后 不是说什么很多祝福的话了 就是祝大家就是能够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然后学会去更多的享受生活吧